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愿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谢谢你 因为你掌权 你是生命 求主帮助扶持 因我们深信你是赏识生命 并且审判公义的主 你要与我们同在 你要赐福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今天是2月28号 今天的经节是诗篇第七篇 耶和华我的上帝 我投靠你 求你救我脱离一切 追赶我的人 将我救拔出来 恐怕他们像狮子撕裂我 甚至失岁无人搭救 耶和华我的上帝 我若行了这事 若有罪孽在我手里 我若以恶报那与我交好的人 连那无故与我为敌的 我也救了他 就任凭仇敌追赶我 直到追上 将我的性命踏在地下 使我的荣耀归于灰尘 耶和华求你在怒中起来 挺身而立 抵挡我敌人的暴怒 求你为我兴起 你已经命定施行审判 愿众民的会环绕你 愿你从其上归于高位 耶和华向众民施行审判 耶和华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存证判断我 愿恶人的恶断绝 愿你坚立义人 因为公义的上帝查验人的心肠肺腑 上帝是我的盾牌 他拯救心里正直的人 上帝是公义的审判者 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上帝 若有人不回头 他的刀臂磨快 功臂上弦预备妥当了 他也预备了杀人的器械 他所射的是火箭 试看恶人因奸恶而寻牢 所怀的是毒害 所生的是虚假 他觉得坑又挖深了 净掉在自己所挖的井里 他的毒害必落到 临到他自己的头上 他的强暴必落到自己的脑袋上 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 称谢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正是一个歌颂 并且颂扬上帝是公义的一首歌 而公义 有一个要紧的前提 就是我们相信终究上帝的审判是公义的 因此上帝的审判其实是一个中性名词 什么叫中性名词 他审判并不是代表好或坏 审判日只是代表上帝当他审判的时候 他会判为有罪或无罪 所以所谓的被称为义 其实就是无罪的意思 那这叫法律名词 在圣经里面说我们被称为义 表示什么 我们被上帝判为无罪 就这么简单 然而这个被称为义这件事情 所以那个公义这件事情 其实并不是在于人 我们要知道所有的人都一样 即使只要是法官 他都有自己的有限的判断 换言之他只能根据他自己有限 独到的资讯或独到的 他根据自己非常有限的这样的一个知识 来决定或判断这整件事情 所以没有一个法官 我相信没有一个法官 自认为他是一个真正能够明白 深圳判决都完全无误的一个人 然而上帝却不是这样 我们知道上帝 如果他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上帝 那么他就会是一个公义的上帝 因为他明白人 他判断真实 所以在这里其实有一个祷告 而这个祷告其实是 就好像我们读到的第七篇的最后前面的一个小字 那个小字其实通常都是当时候所用的调性或唱的歌 所以我们读到一个小字叫做大卫子的 都在说明一件事情 都在说明当上帝的审判来临的时候 是的 即使有许多的摧席或激情 然而在上帝的公义手中 他判断绝对是公义的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读到的诗篇正是如此 一个在地上投靠无门的人 他投靠上帝的审判 他投靠在上帝的审判 他向上帝哭求说 上帝啊 你是惩善 你是罚恶的 你是让那些恶人远离你的主 因此我相信 那些恶人必在你的手中得到惩罚 所以他求上帝说 上帝啊 求你在你的愤怒当中起来 而愿上帝施行的审判 都是公义的 同时上帝啊 你也不要轻易的饶过我 所以在这第八节的地方 诗人甚至向上帝说 耶和华 求你按我的公义 和我心中的存证 判断我 换言之 这个人 诗人向上帝祷告 说 是的 主就求主你审判公义 同时也照这个公义来审判我 我愿意站在你面前照你的公义而活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正是一个相信上帝审判是公义的人 也是一个相信上帝审判是公义的祷告 求上帝帮助我们 知道我们该警醒 也求上帝怜悯 是的 我们看这世间有很多不公不义的事发生 但千万不要太照自己的心来判断 而真正学着要从上帝的眼光 的那一个公义来判断才是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谢谢你帮助我们 警醒 并且仰望 求主帮助我们 知道你的审判是公义 在你手中 绝不落空 求主帮助我们 也能够 在你审判的时候 在你面前站立的住 站立的稳 帮助我们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